每年的暑假当,都是各大电影上映的好时机,但对小电影就未必是好时机了,不少电影碰上火爆的电影都是非此即伤,在学征的我不是药神,刚上映的时候就把动物世界的流量给结了。 李一峰是当红明星,他的票房号召力在动物世界刚上映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,偏偏遇上我不是药神这匹黑马,结果票房上升度急剧下降,直到现在票房就定格在5.08亿,后来也把江文的鞋被压正给压住了。 7.5亿投资的阿修罗更是上映三天就被迫撤打,票房约5000万,我不是药神上映至今票房已经高达30.7亿,但票房也基本是定格住的。 当时今年暑假当暂时的票房冠军,暂时唯一一部破30亿票房的电影《沈童的西红柿手术》,一上映就气势汹汹,至今已斩获21.5亿的票房。 虽然口碑有所下降,但是票房依然在飙升,票房扑30亿应该不成问题,但同一天上映的敌人节之四大天王,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 至今票房仅为5.6亿,相差甚大,暑假大。 第一个月就,我不是药神和西红柿首富,是真正强大的赢家。 第二个月还有爱情公寓和黄国的意图好戏,之前就比较被看好,他们的到来也会压制住西红柿首富。 并计这四处电影,应该会占据暑假当票房排行前四名,最终谁才是最强就看接下来的比拼。 在关键时刻,爱情公寓遭起诉,还可能被停印,如果他停印的,那么最大收益者肯定就是一出好戏。 而且西红柿首富,受到的冲击也会变效很多,黄国本来就很有校房号召力,一出好戏又精心打磨的作品,家长和王宝强强强强符合,票房肯定不会低。 但爱情公寓的十年情怀也是不可笑去,如果他如期上映就看谁更胜一筹了。 现在徐晨和沈腾都已经站在票房高峰上。